小娃协助志工分配大米、干粮等物资准备送往俄麦县的一个工地 慈激志工在采买物资时 每一分钱精打细算 为的是让这一次的发放发挥最大价值 我们是有做一点价钱比较 是希望说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发放给他们 然后我是想他们是物丝林 所以我买采购的东西就有包括好像辣椒粉 那些阿桑加瓦这样的东西可以给他们煮 你用然后也有准备洋葱 马铃薯 行管令期间建筑工地禁止开工 外籍移工手厅口厅 面对断粮困境 萨利赫喜见蓝天白云到来 我相信你会有朋友吗 我相信 现在我相信你会有什么 现在我相信你会有什么 等一会儿 一个翻转手心的动作决定是湿还是瘦 志工分享竹童岁月 看见混聚善的力量 我们都不可能成为计划 我们不可能成为计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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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在生活 我们会计划 投下铜板那一刻是自助也是助人 期许人人相互关怀挺过疫情难关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文辉 马来西亚报导